辛苦你了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们起来了 肉鸽也在溜烂烂 昨天艳阳高照 今天又阴天了 我们今天又要撤了 还在天气 一到这种天气就非常非常冷了 我们这两天都在这里搞小骚扣 他们那个大方的豆腐确实是不错 挺好吃的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返程 一来一回一个小时吧 返程到大方 去买豆腐 买完豆腐再出发去威宁 从大方到威宁又要四五小时 今天要跑一个长途 水昨天加满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把马桶也一倒 我们去倒个马桶 拎着我的腊杆香 离家出走了 好了我们收拾完了 现在准备出发 现在已经早剩的快马上快十点钟了 因为今天赶的路比较远 所以我们会比平常出发早一点 平常忙完吃完早餐 等出发的时候差不多都十一二点 今天早一点 今天返回那个舍阳古镇去买一买豆腐 买完豆腐以后在那边吃个早餐 然后接下来就往那个威宁走 因为往威宁走的路程会比较遇远 是不是想喝水 没有他惦记那个馅儿的狗粮 吃完了吗狗粮 吃完了他还惦记他以为还有呢 然后我们现在出发 舍香古镇还是舍香古镇 舍香古镇 这样干嘛去啊 我们在这停了大概两天 哇刚好两天 哎我们在这住了几晚上 两晚上三晚上 两晚上 两晚上 看多少钱 不说十六块钱一天 十六 三十二 对真的 十六块钱一天 封顶十六 三十二块钱 好了 出发 105 呃 105 4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们现在又到了这个舍强谷镇 我们来 我们来这边买前两天我们吃的那个豆腐 其实挺好吃的 我们打算买一点储藏起来 路上吃 刚好我们还没吃那个早餐 来到这边把早餐一解决 洋家铁花三鲜脆瘦红烧 是吃的鸭吗 火锅啊 火锅啊 火锅 这是粉吗 有 有 好了 我们的早餐 蹄花面 还是那天的那种面 然后加了好几块纯肉蹄花 那天看着多 那天都是骨头 今天实实在在的肉块 尝尝他家咋样 他家汤好像没那家浓郁 味道还行 县城好吃还是香港好吃 香里面 香里面 香里面好吃 嗯 好了 我们现在吃饱喝足去买豆腐 速战速决吧 买完还要赶路呢 我们又来到他家 古一族特产店 过来买完豆腐 速战速决 然后就返回 接着出发 因为路程还是比较远的 接着来买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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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豆腐 买豆腐 吃完好 吃完好 就吃完了 嗯 嗯 来拿钱 这块大 这块大 不要拿那么大 就拿小的 对 就买这个 这样 也可以蒸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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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两块蒸一块 麻辣面 嗯 还是要微辣的 拿一包 一包 够不够 还两包嘛 一家放一包 一家放一包 对 吃完一家还能有另外一家 对路途漫漫 还远着呢 是吧 哈哈哈 再要一个 出风大名 搞火锅 我生火了 去年生这个号子都没生着我了 然后再要一包包浆 卖的有包浆 包浆 包浆 哦 这还有火 刚好一盒 够了吧 够了吧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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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 走了 又买一大袋 他刚才包的那是啥呀 高粱包 高粱包就是啥呀 好吃吗 啥味 跟汤圆似的 汤圆的那个是糯米粉 高粱粉 高粱粉 这个的话得自己搓 你买的话就是一袋面粉 一袋多粱粉 你得像他们那种自己搓 自己先做是吧 香味的